哈喽大家好,我是Stuffney 想多一步,先人一步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块去看一个很奇葩的房子 这个房子从2018年开始上市叫卖 当时的价格是280万 然而到今天,也就是说2020年5月31号 它仍然没有卖出去 而现在的价格已经降到了185万 也就是说它降价100万还是没有人要买它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块去一探究竟 为什么这个房子降价100万还是没有卖出去 它的问题到底在哪呢 那我们走吧 这个房子位于多伦多东北部的小镇Stuffville 是一个三车库的翻建豪宅 我们进来看看吧 首先一个问题是这个房子的天花板太低 因为现在新建的房子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是9尺的屋顶 有些甚至达到了10尺 但这个房子只有8尺 所以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压抑 这个Waffle Ceiling和射灯还是蛮大气的 不过这个基本也是豪宅必备了 起居室旁边就是厨房了 咱们一块看看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厨房了 虽然厨房呢也比较大 而且呢格局也算合理 但是它的厨具不够高级 虽然说博士的厨具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卖到200万以上的房子来说 大家通常会使用像CF Zero的冰箱 没热的洗碗机和卧服的炉灶这样顶级的品牌 这个房子的一个卖点就是占地面积非常的大 尤其是后院 我想家里如果有很多男孩的话 应该会喜欢吧 咱们上楼去看看吧 二楼的问题先从中庭开始说起 这个区域有点狭小 而且对于这个面积来说 它有点开天窗 那么这儿我真的是不明白 拍照设计 这个空间是用来干嘛呢 主卧还是蛮亮眼的 有一个现代风的吊扇 主卧的卫生间也很漂亮 但是 这个卫生间的门我也很想吐槽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推拉门 但是现在推进去 因为里面没有安装弹簧 所以根本就拉不出来 我可能只能去抠这个顶上 才能把它拽出来 是不是很奇葩的设计 二楼总共有五个卧室 但只有三个洗手间 也就是说只有主人房的卫生间是独立的 其他的卫生间都是要共用的 这就是其中一个卫生间了 可以看到这两个门会撞在一起 而且已经有了损坏的痕迹 地下室也很让人失望 没有酒窖 没有八台 这个地下室看起来就像一个120万房子的地下室而已 但是我可以装 但是没装 那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呢 好的 这套房子我就先吐槽到这里了 嘴下留情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在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新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套房子吧 Let's go staged办 pode 继续 呢 没有 我 没 爆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